不明水泡又癢又痛 让19岁的少女人生失去光彩 很不舒服啊 就是想睡觉的时候 然后就不能睡 然后就是身体就是又癢又痛 就只能在家里或者在医院 心情有时候也会这样的影响 在肋固醇和免疫调节剂治疗下 仍然无法控制 不仅脸肿大 还长满青春痘 让妈妈万般不舍 我们也真的是搞不清楚它是什么 所以就带去大医院检查 一检查出来的时候 就是她的切片检查的是泪天泡窗 为什么19岁的孩子会发生 我们也觉得很惊讶 泪天泡窗 好发在60到70岁以上的年长族群 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 病情起伏难以治疗 她的水泡都是到处都有 最后给她用到那个生物积极 一个月后伤口愈合 脸也消肿 小池更多了笑容和自信 医师提醒 当发现身上突然有不明原因的水泡时 最好马上就医检查 大海新闻 邱惠玲 陈柏舟 嘉义大林报导 浅度比较好